你能不能回答一个问题 这是咱俩一起的采访 不是我的专访 说句话 别再拍杂志 来 请回答一个问题 澎湃新闻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音乐剧演员郑云龙 我是音乐剧演员云龙 那平时你们会觉得说 谁的衣品比较好 她 因为我没有衣品 她 她 对 不不不不 现在你不随意了 现在这有点 对 以前就赶紧 就化妆 它不能超过15分钟 就化妆 就基本上占了10分钟 那5分钟头发 就坐一会儿头发 老师行了 可以了 就挺好不错 反正 反正造型是坐一半 就已经炸了 现在 一个半小时吧 这头发 我觉得这有问题 老师这有问题 有点要求 对 那个要求很高 要求高到已经不得了 现在我 差不多得了 行吧 对 用你手带 先用这个 我想想 我想想 当你老了 最炫民族风 因为它是少是民族嘛 所以就它又很炫 歌名啊 嘴巴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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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 我生气的时候干嘛 它生气 它基本真的不生气 我皮肤很好 非常好 它不生气 我们接到的这个动漫的主题歌 其实是非常正能量的 非常阳光 所以我觉得接这个音乐 所以我觉得接这个音乐也是我们把一个音乐剧人的这样的一个 对 而且歌很好听 对 歌很好听 把音乐剧人的这种 精神 青春 阳光的一面 对 我不太玩游戏 吃鸡 对 他玩 现在玩那个 单机吧 单机 对 打篮球 对 只能打打电脑 因为打不过别人 我帮他玩过一次 对 然后就是 也找不着人 迷路了 我根本是跟不动 对 我都不知道人在哪 我最后放弃了 我把盔甲 剪点东西都给他 但我很喜欢看他们 不会开枪 看 不会开枪 找不着人 但我很喜欢看他们吧 尤其是马队长 因为马队长老迅斥他们 因为他们玩的太菜了 对 就他呀 琪姐呀 他们几个老在一块吧 其实就是更多的也是鼓励嘛 因为这个电竞行业 也是发展的 也是这几年才开始发展 慢慢开始发展好 国家也越来越重视 这个竞技 电子竞技 所以这也是 也是因为有那么多人坚守 坚持着这个行业 所以才可以发展的好 那个其实跟我们坚守音乐剧 音乐剧一样的 在中国的土壤是这样 所以也希望我们这个 能发展越来越好 其实我们再做一些 其他的工作 也是 也是要丰富我们自己的经历 包括让我们都去学习 好的东西 然后吸收音乐方面 也包括表演方面 所以这个东西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归到音乐剧去服务角色 服务你的舞台的 其实这个我们个人觉得是不冲突的 是的 只是会给咱们更多的营养 我们吸取更多的营养 因为塑造一个角色 你要经历嘛 对 这个就是很重要 是 我跟他学习配音应该是很快就实现了 因为 近期我也多接了一些这种 像这种 语言类的这样的 比如说读书啊什么的这种的 配音啊什么的 就包括前段时间我那个父亲草原母亲的河的这个 配音当中 呃 其实我还问了一下 阿杰老师 我说这个配音有些时候有什么窍门吗 他说其实窍门没有 都是配的多了 你慢慢去找感觉 一百走 百七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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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的巅峰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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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的巅峰 如果你喜欢他 就把他当做荣耀 而不是炫耀